自从渺落大战后,帝君和凤九融合的血净化了灼溪,也除去了帝君身上的秋水毒,当初为了封住灼溪的仙缘和仙力也回到帝君身上,但凤九年幼,仙力不深,因此受伤严重,一直昏迷不醒,帝君把凤九带回太陈宫,亲自照料。 特别是,和滚滚父子相认后,父子俩都粘在凤九身旁寸步不离。 父君,您守了娘亲一天,这会儿该轮到滚滚了。 滚滚率先开启了新的一天抢娘大战。 滚滚,你还小,现在最重要的是修炼,不然以后怎么保护你娘,你娘身边有父君,放心。 帝君厚脸皮,再次拒绝了儿子。 滚滚完美遗传了帝君的厚脸皮,不管你怎么说,我都使劲赖在娘亲身旁,你赶不走。 凤九虽然躺着一动不动,但神魂,却清醒,一直听这对父子扯皮,感叹这两个,真不愧是亲父子如出一辙。 世界上最爱的人,都在自己身边,觉得分外幸福,特别是指尖感觉到帝君宋的半心流离,戒微微发暖,心头也一软,恨不得立刻醒来抱住,父子俩不放。 夜深,滚滚坚持不了,有些打瞌睡。 东华温柔抱起,哼起凤九,曾经唱过的歌谣,轻拍着哄儿子入睡,带滚滚打起了小呼噜,慢慢放到一旁的小塌上,缓缓盖上被子。 凤九神魂,也有点困顿,东华抚着爱气额头上的凤尾花,不知是第几次轻叹。 小白,你何时才能醒过来,我想见你,想和你还有滚滚,一起去避海苍林。 帝君,我也想见你凤九感觉到帝君的一丝哀伤,心疼不已,东华,我听说,凡人过生辰总要许愿,我从没许过任何心愿,这几万年若心愿能成真,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想见你,想睁开眼看到你。 此刻,二人心愿,皆在对方身上,丝毫未察觉二人,向我手间的半心琉璃界,正微微发出淡光。 三千世界另外一番桃花世界中,此刻凤九白日,刚举办完,继任青秋女军大典,晚宴上青秋众人,饮酒歌舞好不开心。 凤九酒量不好,几杯下肚有点微醇,便寻了一个借口离开席宴,回到自己洞中。 凤九歪坐在榻上,面前是白日东华帝君托斯命新军颂的四海八荒绘图,这等传说中存在的宝物,又是他亲手绘制,想必费了不少心思。 凤九心想又是一酸,这样叫自己如何放得下,转念一想,自己已是青秋女军,要为青秋百姓以身作则,不能再由着自己随意进出,太成功,又是一阵苦楚。 指尖青扶着绘图,仿佛感觉到,帝君也曾经触碰过这图纸的每一寸。 望着洞外清秋,美妙变幻的星辰,指尖无意落到某处,心下顿声感慨,似乎是冥冥之中,不由自主说出, 这四海八荒,沧海桑田,都已经不复存在,可这满天星辰,倒是始终如一,万年不变。 小时候,曾听长辈讲过,凡人钟爱对这星辰许愿,我曾是不相信这些的。 可如果能成真,我的愿望,也不过是能成为帝君,可以厮守陪伴的心爱之人。 画壁,此间星辰,似乎格外明亮,照耀的清秋,更添几分优美。 两方世界,两个不同的凤酒,似在同一时间,许出愿望。 天气气息,瞬间一致,却又顷刻恢复自然,让这万物万灵,无所察觉,除了凤酒两人。 枕上书世界凤酒,昏昏沉沉晕晕去,似乎有什么引导他的神魂潮莫名地方涌去, 食指的琉璃界,默默发光,萦绕在神魂四周,似在暗暗保护。 桃花世界凤酒表面,则像是突然酒醉昏睡过去, 然而神魂,突然进入屈壳最内里的储藏先缘法力的丹田之中, 像是一个四周密闭黑色的屋子,原神神魂躺在其中,尚未苏醒。 枕上书,凤酒一时慢慢回笼,顿身感到有些头疼,不禁伸手按住额头,随即睁开眼。 这是醒了?凤酒突然意识到,便立刻四处搜寻东华河滚滚的身影, 可映入眼帘的却是有些荒凉的狐狸洞,自己不是在太成功吗? 怎会又跑到狐狸洞,凤酒满腹狐疑,仔细观摩周遭一切? 这洞里堆满礼物盒子,离自己最近的是一幅绘图,貌似描绘了这四海八荒,初次见到却格外眼熟,仔细一看是东华的笔记,可自己印象中并未看过也未收到过,这是怎么了? 如此奇怪,这一切莫不是重伤未遇的幻想。凤酒越发糊涂了,可大脑的疼痛告诉自己,这一切都很真实,脑海里似乎有一些更模糊的片段,像是自己和东华,却很陌生,不是自己所经历过的。 缓过时慢慢坐起,看着旁边梳妆台的铜镜,自己一身红衣,像是侧封女帝,青秋传统的礼服,相貌是自己没错,但又有点陌生,自己是这个样子吗?感觉有些不同,久久望着铜镜的自己,凤酒有些愣住了。 帝君和滚滚都不在自己身边,自己身上的伤莫名其妙,全部消失,不像是愈合,更像是从未有过,铜镜中的自己分明是自己没错,但为何又不像是自己,那么生疏,感觉像是换了个躯壳,就像是阿兰若梦境里自己的感受相同,换了个肉身。 此刻,桃花凤酒在小黑屋里慢慢转醒,自己被困在一个四周皆黑的屋子里,刚想施法,试图冲破这里,不想周围四面逐渐出现亮光,接着四面分别出现各种画面,皆是自己和帝君的相处画面。 凤酒见状,暂时收起法力,仔细看这些出现的场景,有自己变成一只普通小红狐和帝君撒娇的,有自己被一头血尸,攻击重伤的,还有自己变成一个小仙鹅做婢女做菜的样子。 这些个场景,有些眼熟,真实的像自己亲身发生过一样,但却和记忆中自己曾经过往,全然不同。 看到这些碎片式样的场景,似乎是一个个记忆碎片,凤酒决定先按那不动,看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特别是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似乎有个其他人操纵起来,按理说应该格外警惕,但是自己却一点也不排斥,想想也是非常困惑。 诊上书凤酒决定放弃盯着同镜中的自己,先搞清楚发生了什么。 现在基本确定的是,这副身体不是自己原本那句,但确确实实是凤酒没错,但这究竟是另一方阿兰惹之类的梦境,还是自己神魂,误入时间裂缝,进入错误的时间,亦或是西方佛祖所说三千世界中变化莫测的偶然。 凤酒站起身来,盯着身上有些皱巴巴的红色女地服,有些别扭,施展了个法术,随即换了个东华情侣款,淡紫色沙裙罗衫。 虽然东华现在不在身边,但既已是夫妻,夫君爱着紫衣,自己也要跟上,好歹要做到夫唱夫随。 狐狸洞外,凤酒沐浴着许久不见的阳光,伸了个懒腰,前段日子重伤动弹不得的样子,着实难受。 虽说有东华一直陪伴,但狐狸还是要晒到太阳,到处蹦跋,才欢腾得很。 想着想着脚步,轻快了许多,打算先找到米谷套一些话。 才想着没多久,米谷就先一步,找到了凤酒。 女地,白浅姑姑和姑父,听到你继承女地,特意从北荒游历归来,此刻正在湖地那处喝茶,正让我来寻你呢。 凤酒还来不及,询问几句,便被心急的米谷拉到洞府。 酒来啦,快快,上些茶点。 凤酒来到众人旁,看到姑姑白浅,便跑了去,万般滋味涌上心头,哪里管事,不是自己的姑姑,便搂上去,抱住不放。 好歹成了青秋女地,怎地还如此小孩子脾气? 白浅温柔摸着凤酒的头。 姑姑,凤酒恨不得,把周身遭遇,一股脑泉说出来,千言万语涌上来,却是一句都不知道怎么说出口。 好了好了,姑姑这不是来看你了,我和你姑父重逢,着实不易,未能赶上,你继人大点,想逼你也能体谅,毕竟你姑父重伤,财欲,赶路也要慢些来。 重伤? 怎么回事? 自己的记忆中,姑姑姑父,除了那一次大吵后,姑父好不容易,寻得姑姑原谅,两人变在一起,不久就成婚了,怎么此处又会有重伤? 枕上书奉酒,有些困惑,面上却不闲,只是说道,姑姑我怎会怪你,只是姑父的伤可还好。 你莫担心,秦仓一战后,你姑父虽是差点语化,但现在就下来,慢慢调养变好,到时你,尽容我不放心。 我可听说了,昨日东华帝君特意派人送来这传说中的四海八荒绘图,还是亲手所绘,这摆明了,是在替你撑腰,怕是纵得你,又去太成功赌人。 白浅清宁凤酒的鼻子,调侃道,这秦仓又是哪个?怎么哪里都有要毁天灭地的魔头,这里看来没了个秒落,但又跑出个秦仓,真是胡声不易,小白叹气。 原来那图是东华所致,怪不得看着熟悉,但我继任女帝,她作为王夫,怎可不来,也太过分了,难道此处她和我没在一块? 想着被帝君熏陶过的狐狸凤酒慢慢套话,姑姑,我有些想不明白,这帝君为何送我此物? 你呀,都成女帝了,也该长大了。 想必不是没有心,只是三生石上没有你们的缘分,来了怕是害你,送从物却也是在给你撑脸面,让众人看在帝君的面上,对你敬重几分。 三生石,又是什么鬼,凤酒心下决定之后,好好打听,听此处姑姑所言,这里的凤酒和帝君怕事,也有些纠缠,但却不尽人意。 凤酒怕自己什么都不清楚的模样,被姑姑发现,还是少说少错,便寻了个借口出去了,米谷则跟在自己身侧。 米谷,你跟我说到说到,姑姑这几年近况。 凤酒看,私下无人便开始打听。 那年秦仓大战后,姑父以神魂生计东皇中,本以为就要羽化了,姑姑也差点去了半条命,还好莫冤上神,最后救了姑父。 如今这几年,在外游力调养,气色看着越发的好了,姑姑为了姑父,也是长期不在青秋,这次难得回来,也是为了小殿下册封女帝之礼。 估摸着姑姑姑父,会在青秋住上一段时日,小殿下也可多去找姑姑谈心了。 看来秦仓之士和渺罗一样,是个棘手人物,听米谷所说,推断姑姑姑父,应该还未完婚,可见是因为秦仓一世耽搁搁了。 但此处,昨日刚完成女帝册封之礼,也对的,尚我完成冰藏礼后的册封时日,看来这并不是误入错误的时间,更像是佛家所说三千世界,另一个相同,却又完全不同的世界。 凤九初步判断如此,但自己如何来为何,来此处,真的是满度疑惑。 还有他们所说的一些事件,例如三生石,帝君之士,自己也是云里雾里,有些搞不清楚。 此时的枕上书,凤九一笔糊涂,账算不完,巧合的是,小黑屋里的桃花凤九,更是困惑。 桃花凤九一直在小黑屋里,看着操控自己身体的人,一言一行,都和自己并无不同,他嘴里说的渺落,自己更是没听过此人。 而这间屋子里,四面闪现的场景画面,也都是和帝君在一起,自己却从没经历过的。 难道占据了自己身体的人,也是自己吗? 未经历过我所经历的,却另有其他一番糟花的另一个凤九。 那他究竟是如何而来,又是如何占据自己身躯呢? 枕上书凤九一个人,回到了狐狸洞,静止走到了铜镜面前,盯着铜镜里的自己。 你究竟是谁?你也是凤九吗? 为何我会来此处,又为何占据了你身体?我还能回去吗? 我好想念帝君,好想念我们的孩子滚滚。 啊? 小黑屋内的桃花凤九一阵,没忍住,惊呼一声,孩子,和帝君的孩子,哪里来的孩子? 枕上书凤九,突然听到脑子里一声惊呼,便立刻知道是这具身体原主人另一个凤九。 是你吗? 你一直在?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何我醒来会在你的身体里面? 我,我也不知晓,我一清醒,就在里面一个黑乎乎的屋子里,除了看到你之外,四周还有一些场景,似乎是和帝君的相处回忆,但我不曾经历过。 看来,你我都是凤九,但遭遇境况却不甚相同。 在我的世界,我重伤昏迷,一心期盼着早日醒来见到帝君。 可没想到,醒时醒来了,可见不到我想要见的那个帝君。 你重伤? 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 还有你和帝君怎么会在一起? 三生石上不是没有帝君的名字,我们并无缘分吗? 三生石是什么? 我从未听过,我之所以重伤是因为帮助帝君对付渺络,本想着共死,却意外净化了浊息除去了渺络,帝君得以恢复先缘,我因法力薄弱重伤不行。 至于缘分一事,我和帝君也是缘分浅薄,若不是阿兰惹之梦,怕不是也就此断缘了。 两个凤酒交流下彼此世界的信息? 虽然暂无把身体还给桃花凤酒的办法,二人商量,暂且由枕上书凤酒先承担这身体的一切事物,桃花凤酒则在小黑屋里随时看着提醒,以防外人看出不对。 至于要不要告诉亲人,二人商议是暂且不告知,且在等等看看情况。 枕上书凤酒也大概知晓了三生石的缘由,缘分一直是凤酒心头的死穴,自己和帝君那么多误会,错过何尝不是缘分太过浅薄的缘由呢? 若不是阿兰惹和沈夜之间的悲剧才成就了自己和帝君的夫妻之缘,怕不是也和桃花凤酒一样的境地了。 桃花凤酒听闻阿兰惹事件也格外好奇,二人决定找个机会去范英谷看看,但凭借自己的本事肯定是去不了的,因此打算去桃花凌找折颜打探看看苏莫叶的情况。 失利桃林,落英缤纷,枕上书凤酒无暇欣赏此处的美景,一心就想找到折颜。 折颜?折颜?你在哪儿? 凤酒跑进了屋子,看着没人,又出了门,四处在桃林搜寻。 你这小丫头,都成女帝了,还如此扎虎,也没见得长大一些。 折颜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凤酒转过身去,看见折颜和三叔白针缓缓从树上飞下,连忙跑过去。 折颜,我又要紧事找你。 折颜看着凤酒,有些不同,但却也说不上来,便不再细想。 何时你这么匆忙? 不要急,慢慢说。 凤酒跟着他们,坐在桃花树下,石桌上的新茶冒出屡屡雾气,喝了一口平复了心情,才缓缓问道。 折颜,你可认识苏莫叶。 你说的,可是西海二皇子苏莫叶。 我倒是认识,但你怎会问及他? 我有要紧事问他,不知可否劳烦折颜,帮忙引荐一番。 折颜愈发好奇,这可是,头会见这丫头,想要见除了东华以外的男子,和白针交换了个彼此,才懂得眼神,两人打算继续探点消息吃瓜。 小九,我倒是可以帮你,不过,你可得先告诉我,为何要见他? 凤酒表情不变,倒让这两人看不出任何情绪,只继续说道,我曾听闻有一处密鼓,天生屏障,于是隔绝,美甲子时有一线开合,可通内外。 谷内有一处平泼果树,我想求一棵平泼果,听闻苏莫叶与此,谷颇有渊源,因此想见一面打探一点消息。 哲颜觉得这丫头自从当了女帝后变得和以往不同,这样的说法倒也挑不来错处,但又一想,苏莫叶端正清俊,认识一下也好,便也同意了。 但老凤凰,看热闹本性不变,一心想搞个大事情,于是又变了个主意。 见到是可以,不过小九,你可知你姑姑姑父,这次回来,打算补办个婚事,届时天宫慧宴请这四海八荒众先有,这苏莫叶自然也会去,到时你去天宫,自然也会见到。 凤九心下,有了打算,接下来就安心等姑姑大婚。 小黑屋里的桃花凤九却有些紧张,一问,原来又是因为帝君,若是见不了面,只觉得伤心可惜,可若是见了面,害怕帝君认出,不是自己,但更怕他认不出自己,虽说都是自己,但也会吃醋。 诊上书凤九听闻不由孝了,莫担心,我有我的帝君,自然不会靠近你的帝君。 连自己的醋都吃,不愧是我。 桃花凤九炖石修的气急败坏,但又比不得另外一个,凤九经历多脸皮后,干脆不理不睬。 诊上书凤九见自己喊了几声,都没回应,这才有点讨好道,好啦,逗你完呢,若是在天宫遇到帝君, 我一定规矩,行事举止分寸。 不过,如若是我的帝君,我们俩在一处的时间久,他是定能认出我来的,可若是你的帝君, 你俩不能时常在一块,见了我难免会觉得有些不同,但大约是想不到此凤九非比凤九的。 桃花凤九听闻有些低落,见状枕上书凤九,也只能安慰到,别难过, 我那位帝君,在不熟悉我时,也将我认错过,我这也不是柳暗花明过来了吗? 相信我,待我了解这一方世界和我们这般的缘由,我自然会找到法子,让你们如同我们一样。 就算天命说缘分浅薄又如何,生生世世,东华都是凤九的。 接下来几日,凤九都忙于白浅夜华的婚礼事宜,有了一次经验,这次办得格外顺畅,青秋上下也无不夸赞女帝。 这次天族来迎亲,东华帝君也在其中,倒是出乎了众人意料之外。 讨花凤九窝,在小黑屋不出声,枕上书凤九见状,也没说什么,只是在一旁忙着婚宴的事情,远远见了东华,在众人讶异的眼神中,只是遥遥行了个礼,便走开了。 连白浅都有些不敢置信,帝君身形也略有些疑顿,但众人并未察觉到帝君的一样。 折颜见状,满意地笑了笑,仿佛看了出好戏。 侧身对着白真,实则说给帝君听,珍珍啊,我们小九是越发稳重了,你看,这几日婚礼准备的是样样妥贴,今日也是毫无差错,真的是长大了。 白真添了几句,不错,果真是懂事了,不过今日还有一事,你可别忘了,小九今日心心念念的松墨叶,带到去天宫之后, 你可别忘了找来。 吃瓜众人,特别是连颂四命眼神,看向帝君,就想瞧出些破绽。 帝君表面上云淡风轻毫无变化,倒是让几个看热闹之人,有点失望。 另一边,枕上书凤九忙好婚礼事宜,倒是遇到个意料之外的人。 这乡,凤九倒是遇见个意想不到的老熟人,只见青秋湖边上,助力一白衣人影, 梳着规矩的发际,倒是有那么些正经。 烟尺物? 小燕壮士? 凤九压抑倒。 小燕? 此人转过身来,带着一丝微笑,女君认错人了,我并非是烟尺物,而是她的孪生兄弟子兰。 子兰? 莫不是昆仑墨渊坐下弟子,姑姑白浅的十六师兄,以前倒是听过小燕说过,有个昆仑虚求学的孪生兄弟。 原是昆仑虚莫渊上神的弟子,我以前也听我姑姑说起过她的十六师兄,没想到,竟然是烟尺物的兄弟,贸然认错,实在是失礼了。 无碍,我和小燕是孪生兄弟,长相十分相似,女君认错也是正常。 不过,我竟不知女君也认识我家小燕,倒是未听过我家小燕说起,枕上书凤九宁神,是了,此处的凤九病卫去过范英谷,自然也不会和小燕见过。 为了防止起疑,只能到,我曾听一朋友说起,魔族七君之青之魔君,素来有春华之色,小月之姿的美赞,厚英巧见过她画像,果真当得起这美赞,可惜无缘相见一面,顾燕魔君,必定是不认识我的。 原来如此,没想到,我家小燕,还有这番美赞,日后若是有机会,必当和女君引荐一番。 凤九和子兰聊得投机,说说笑笑,毫不欢快,丝毫未发现,白浅哲言一行人的靠近。 没想到小九,竟然和我家十六师兄聊得如此投机,可真是意料之外。 白浅童哲言笑道,小九可真是长大了,除了个苏墨叶,竟然还有个子兰, 真叫我刮目相看。 哲言把玩着手中的哲扇,眼神瞅着斯命连颂等人, 帝君对身旁的斯命连颂投来的看好戏的眼神不知一词, 可袖子里略微窜紧的手,倒是显示了她内心并不像表面这么平静。 凤九首先发现这一行人的靠近,便首先转过身面对。 凤九自然是察觉到这里面的风云暗涌, 暗道自家人可真是喜欢乱想,真是多想要自己另寻她好啊。 转眼看到帝君,她的眼神一直紧盯自己, 深知自家帝君的促行,凤九感叹, 不管是哪里的帝君都是一个样子。 小黑屋的桃花凤九见状,悄悄问, 这帝君是怎么了,这般瞧着我们。 枕上书凤九心里回复,这是醋了, 你以往只围绕着帝君一个人打转, 自然是不会见到她这一面。 在我的世界,我认识几个朋友, 同他们多说几句话,帝君都醋得发酸, 你见多了习惯就好。 桃花凤九按道,牛还是你牛, 果然我还是太嫩了,得多向另一个自己学习。 凤九见众人的神情, 自己率先打破这份暗勇的沉默。 跑到姑姑旁,晚着道, 姑姑可还满意我准备的婚礼。 小九可有什么奖励? 白浅温柔拍了拍凤九的头, 放心,带到天宫,自然是少不了你的。 一行人,准备往天宫赶去, 凤九待在队伍的最尾端, 慢悠悠地走着。 思命放慢脚步,来到了身边。 小殿下,你这是在搞哪一出呀? 思命满肚子好奇, 莫不是人间话本里所谓的以退为进。 凤九瞧着思命这样不由地笑出声, 思命兴君,你也太会联想了, 我这单身狐狸,又没有主, 多认识几个人,不挺好的。 思命一听, 这太阳打西边升起了, 小殿下难道放下帝君了?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连忙问道, 小殿下,这前些日子, 你还为帝君要死要活的, 实在是不得不让我多想, 你真的是放下帝君了。 凤九心想, 我这是已得到帝君身心, 作为帝后的游刃有余, 自然不会是以前那番患得患失的模样。 但又不好明着说什么, 但想到桃花凤九曾和自己说过, 帝君在自己继任女君大典上脱思命说的几句话, 便微笑对了回去, 这世上没什么可值得惦念的, 不过是花开花落中有时, 缘起缘灭总如风, 一切都顺其自然吧。 思命一听这话, 看小殿下这幅云淡风轻的模样, 顿时也不敢说什么了, 两人便安静一起往宴会那头走去。 此时, 他们背后的空气瞬间有些凝滞, 但风过无痕, 一切也没有察觉。 凤九在宴会看着众人, 喝得快活, 但自知酒量不行, 待会还得见酥墨叶, 以防误了正事。 眼瞅着哲言和白针喝得越发有了兴致, 终究是按耐不住, 便起身上前询问。 哲言, 小叔, 你们喝得可真是尽兴, 怕不是忘了曾和我的约定? 小酒来了, 来, 你也多喝几杯。 哲言递过去一壶酒, 凤酒接过去, 又放了下来。 小酒, 这也巧了, 你刚来没多久前, 苏墨叶恰巧试试走开, 不过我们也和他说好, 他也是好奇你怎么会知道范英谷的事, 也正想要问你。 我们约好在九重天和花堂相见, 现在他大概那边等你, 你去寻他吧。 白针顾着有些醉酒的哲言, 挥挥手势一奉酒快去。 奉酒一听九重天和花堂, 很熟悉, 那不是自己当初两场相亲宴的地方吗? 不管那个世界, 又来这一出, 罢了, 先找苏墨叶要紧。 奉酒想着, 便起身朝荷花堂走去。 可此时的荷花堂, 看得见的就只有苏墨叶一人。 看不见的隐藏在别处的, 自然有吃瓜群众, 思命连颂和承玉援军了。 承玉显然是不相信小九移情别恋, 要一看究竟。 连颂也是有些看不懂事情的发展, 问思命也是答不上来, 三人决定偷偷看看实情, 好好分析分析, 过于沉迷八卦, 他们三个倒是没注意附近的仓树上, 有个紫色的身影。 苏墨叶坐在荷花堂旁边, 有些疑惑, 为何清秋女军想要见自己, 询问的还是关于范茵谷的诗, 好事的折颜还搞成了相亲宴, 若不是因为这些疑惑想要问问女军, 自己本是不该来的。 只见远处有一粉山女子缓缓而来, 有些熟悉, 人影越来越近, 看清了她的脸, 除去额头上的一抹凤尾花, 那面容竟然十分眼熟, 不由得大惊喊出, 阿兰惹。 凤九还未靠近, 就听到苏墨叶的一声阿兰惹, 便觉得有些不大对劲。 想了想心里询问道, 小九, 你确定没有将自己的一半影子交给谢姑愁? 没有啊, 我已是许久没找她喝酒了, 更别提什么影子的事了。 这便奇怪了, 若是没有帝君和凤九的影子, 这又是哪里来的阿兰惹呢? 凤九满腹狐疑, 决定先和苏墨叶交谈一番, 多探听些消息。 不知你可是认错人了, 我是青秋女君白凤九, 不是阿兰惹。 凤九面对着苏墨叶震惊的脸为伪道, 难不成我竟与这阿兰惹格外相想。 苏墨叶回过神来, 看着面前的人和阿兰惹确实有些不同, 额间的凤尾花便是明显之处。 有些抱歉的行礼道, 见谅是我认错了人, 没想到天下竟然还有和阿兰惹如此相似之人, 若不是女君额头上的凤尾花, 确实太过相似难以察觉。 凤九抬手示意, 两人便坐在荷花堂边的亭子里。 二皇子不必多礼, 我头回听闻有与我相似之人, 也是稀奇得很, 不知可否劳烦二皇子说道说道, 这阿兰惹究竟是何人呢? 阿兰惹是我在范英古兽的徒弟, 说起来他身世也是可怜, 本是比翼鸟族的公主, 却不受父母喜爱, 从小生长于蛇窝, 我遇见后便从蛇窝里救出了他。 后来比翼鸟王权更迭政治斗争, 他也可以说是经历了很多磨难, 但好在有齐南神宫的神官长, 沈夜所护, 此后两人便双双隐居不问事实。 我也是好久没去范英古, 见到他们了, 今日见到女军, 难免有些诧异, 还以为阿兰惹出了骨。 凤九一听, 这事情发展有些奇怪啊, 按理说, 若是苏默叶不介入阿兰惹沈夜之间, 他两必定是能在一起的, 在自己的世界里, 正是因为苏默叶救下阿兰惹, 才导致最后的悲剧 以及阿兰惹之梦。 听刚才苏默叶的讲述, 唯一的变化在于沈夜, 他反倒是一直护着阿兰惹, 这样两人肯定是不会因为误会而分开。 但是, 此处世界的凤九分明, 没有给过自己的影子, 想必帝君也没有, 那这二人, 又是从何而来, 看来此番范英古之行, 是得提前准备了。 苏默叶见凤九若有所思, 内心也着实好奇这般相似, 于是眼睛也是眨也不眨地盯着凤九。 这叫隐藏不远处的吃瓜三人祖看了, 只觉得二人相谈甚欢, 这苏默叶更是对凤九一见钟情, 眼睛都离不开对方。 见二人越谈越欢, 树上的紫色身影, 此时也有些按捺不住, 便即刻显了身形。 只见帝君下了树, 整理了一番衣袍, 慢悠悠地朝亭子走去。 此时凤九和苏默叶 已然约好过几日, 便去这番范英古, 二人也亦有相待, 互称对方姓名, 不在居里。 凤九, 到时我肯定把你介绍给阿兰惹, 你和他如此相似, 想必有很多共同话题, 我也是十分好奇, 沈叶的表情, 肯定比我更加精彩。 那我们说好了, 这阿兰惹和沈叶, 我也是要见一见的。 只是不知何时才到范英古, 开古之日呢? 算算日子, 大概是几日后吧, 我先带你去见阿兰惹他们, 之后便去寻这瓶婆果, 以沈叶的能力, 想必一个果子也没什么问题。 二人还打算约着接下来, 一起找折颜白针喝酒去, 帝君的脚步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苏默叶见是帝君连忙起身行礼, 凤九也随之一同, 拜见帝君。 帝君掠过苏默叶, 静止走到凤九身边, 面容有些冷淡, 但语气却意外地温和。 我送你的四海八荒, 绘图你可曾打开看过? 看帝君这个的样子, 很有经验的凤九, 瞬间get倒醋, 盘子打翻了。 看着面前的帝君, 没有自己帝君那副老铁树开花, 撒娇耍赖的模样, 倒是有一些相识初期, 不沾红尘的疏离感, 一时间也有些怀念, 这个帝君的模样倒是许久不见, 有点新鲜, 倒也引起了狐狸的好胜心。 回禀帝君, 自然是见了, 真不愧是难得一见的珍宝, 在此谢过帝君。 凤九很规矩回答, 帝君似乎有些不习惯, 凤九突然地冷漠, 攥紧了手, 你就没什么想和我说的。 凤九看得出帝君有些受伤, 小黑屋的桃花凤九, 顿时有些不忍。 但枕上书凤九, 还是坚定往下说, 没有, 若是帝君没有其他事, 恕我和苏莫叶先行一步离开, 我们几日后还要去范茵谷, 线下需做些准备, 时间不多, 还望帝君见谅。 画帝便静止拉着苏莫叶离开, 留下帝君一人留在原地, 似乎没缓过神自己被抛下了。 吃瓜三人组见状, 也不敢出现, 悄悄地走了。 桃花凤九心疼极了, 哭腔问道, 你怎么能这样对帝君呢? 枕上书, 凤九有些无奈, 那我还能如何? 顶着你的壳子和帝君亲近吗? 思命有时候说的也没错, 有时候以退为进, 也不是为一个好的办法, 而且你没仔细听我刚才说的话, 我跟帝君透露了要去范茵谷, 这下他是一定会跟着去的。 我不懂, 为何你一定要去范茵谷? 因为阿兰惹合沈叶, 他们是你俩能在一起的一线生机, 更何况, 此处你和帝君的影子并未送出, 却还是出现了阿兰惹他们, 这一定关系到我来此世界的机缘。 为了弄清楚如何回去, 我是一定要去提倡范茵谷的。 凤九回想着阿兰惹之梦, 小黑屋里也随之出现了凤九, 关于阿兰惹和沈叶之间的回忆, 桃花凤九看到沈叶长相和帝君如此相似, 也冷静了下来, 仔细看着, 毕竟自己还是想恢复身体的控制, 也更想和帝君长相厮守, 像另外一个自己那样。 而此刻, 留在原地帝君, 望着凤九和苏默叶离开的背影, 心里涌上一股从未有过的滋味。 范茵谷, 帝君南南滴雨, 这个地方有何特殊, 为什么九儿这么想要去这个地方, 心下也打算去一趟, 看看究竟, 赤瓜三人组留下帝君在原地掀闪了, 三人跑到私命的地方才敢打口喘气。 没想到啊, 没想到, 这次凤九可真是让我吃惊, 南部成成了女君后, 底气足胆子也就变大了。 成玉开口道, 神情有些诡异的兴奋, 别说凤凉话了, 没看到东华脸色都白了吗? 我还是头一回看到他这番模样, 凤九还真是一击击重, 私命, 你怎么看呢? 这两人究竟是什么情况? 私命表情有些复杂, 但更多的是凝重, 看来帝君比我想象的更在乎小殿下, 如不是三生十的缘故, 在一起也不是不可能。 至于小殿下, 我现在倒是有些看不懂了, 他还是他, 但是却像换了一个人, 我原本以为是他参照人间的画本已经为退, 在刺激帝君, 但今日一看, 他并非找人做戏, 而是真的有事要去做。 你说, 是不是凤九在青秋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们不知道的, 他才此番模样。 成玉摸了摸下巴质疑, 唉, 这都是什么事, 怎么突然牵扯到范英谷, 这凤九怎么突然要去那里? 连颂冷静下来冒出一句, 思命一听脑子里, 有些苗头转瞬即逝, 却也没抓住, 对连颂说道, 这范英谷为比鸟族失居, 并有夜宵族陵湖族等诸地先族散居期间, 唯一有名的应该就是谷内的贫婆果了, 但小殿下要这贫婆果有什么用处, 竟如此重视。 三人探讨一番, 也没得出个什么结论, 于是打算找着颜白针他们询问一下, 那处凤九拉走的苏默叶, 带走到看不见帝君处, 便松开拉住苏默叶袖子的手, 停了下来。 如此对待帝君, 凤九心里也有点不好受, 但也着实没有办法, 近不得, 远不得, 实在是有些棘手。 苏默叶瞧着凤九的脸色不太好看, 便问了, 你和东华帝君, 是有什么过往吗? 凤九抬眼看着苏默叶, 眼神慢慢坚定起来, 帝君是我很重要的人, 只是现在因为一些情况, 只能如此。 苏默叶见状也不好多问, 二人打算先行分开, 为几日后的范英谷之行, 做些准备, 他还想准备些礼物送给阿兰惹, 毕竟也是许久未见了。 斯命三人在宴席遇到哲言和白真, 将所见到的情景, 一口气说了个清楚。 白真首先发言, 说了一通麒麟珠做菜理论, 探讨了一番凤九爵情种, 比白浅还要更冷心冷肺的见解。 斯命则是着重说了凤九言语间, 对范英谷的执着, 重点探讨了对于贫婆果的用途范围。 连颂则是言语间, 对帝君颇为偏心, 直言凤九殿下有些心狠, 还不等白真哲言护短, 承玉率先反驳起来, 恨不得为凤九摇旗助威, 加油打气, 认为帝君被如此对待是活该。 一时之间, 又开始二人互对模式, 倒是欢喜冤家, 旁人也插不进去话。 一番折腾下来, 众人也没探讨出个什么结论来, 只暂且定了等凤九, 从范英谷归来后, 拦住他仔仔细细问个清楚。 就此, 吃瓜群众散了开来, 帝君回到太成宫后, 斜躺在榻上, 手底住额头, 似乎有些头疼。 苏莫叶, 这个人让自己有些看不顺眼, 有点想拧开他天灵盖的想法, 但万一惹得久而不开心, 那还是算了, 暂且忍一忍, 这次去范英谷, 自己是一定会跟去的, 万不可留久而单独和苏莫叶一起。